第189集 成了这般模样 脸孔消瘦 透着尾黄 一袭黑袍穿在她的身上 有着空荡和苍凉的感觉 更让她吃惊的是 精灵的两臂 居然拧扭白发出现 这个男人不过二十几岁 她便以憔悴至此吗 阴云望着她 争了争 片刻后 才一步向精灵走去 精灵这般贵坐在榻上 没有起身 她仰着头看着阴云 声音沙哑地说 体倦无力 不能厚淫贵客 哈哈 在进去面前 云衣匹夫 怎可言贵 她大步地 在精灵对面的榻戟上坐下 两侧弓壁上前 为两人针上酒水 阴云轻敏了一口 她抬起头 再次看向精灵 她忍不住地探着 君上如此深情 云浮已 精灵问言 薄唇微略 笑了笑 她嘀嘀地说着 是非得已 是非得已 明知不该相思 却偏要相思 明知不该入账 却入账已深吗 阴云看着她 突然明白了 魏洛和这个男人之间 永远不可能 插入第三人 永远不可能 这时 精灵滴滴的声音传来 君 君可知 我父之事 精灵的声音 有点颤抖 说完后 她抬起头来 满怀希望地 看着阴云 她的这种目光 已近乎渴望了 阴云垂下双眸 久久没有说话 是姑吃了 以我料来 位落定然无恙 精灵苦笑了一声 叹着 何出此言 精灵突然之间力气大增 她扶着双心 搜的一声 做了个笔直 这样的话 她自己也说过 可是 不管是她本人 还是她身边的臣下 都觉得 精灵说的那些话 是自欺欺人的 现在阴云这么一说 精灵只是感觉到 整个世界 仿佛在一瞬间 变得鲜活了起来 她的心跳得 砰砰的 急急地跳动着 她感觉到 心慌得 无以复加 阴云没有 看向精灵 她皱着眉 盯着挤 缓缓地说着 我言得信实 是当日晚上 试过不足四个时辰 当时 我驶出五百余人 一夜搜河百里 如此强锁之下 不见她的浮尸 亦不见 有水草相缠的 新鲜尸体 精灵听到这里 她的呼吸急促了起来 她轻身向前 一瞬不瞬地 盯着阴云 店内的剑客们 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他们的国君 活过来了 她的双眼 变得明亮了 她那销瘦的 不成人情的脸上 也出现了红润 她整个人 在这一瞬间 充满了力量 阴云继续说 在魏洛落水处 向下无理远 寻得一族印 据善追踪者查之 持族印印痕颇深 因为一高手 附着一人跳跃 见他而过 精灵吐出了一口长气 他闭上了双眼 重重地 向地上一引 就在他软倒在踏上时 阴云朝他担忧地 看了一眼 暗暗地想着 可是 魏洛落背心 所中的那一剑 实以致命了 就算被人救出 此刻 怕也是香消玉云 想到这里 阴云张了张嘴 终是没有把这话说出来 这种事 还是由晋军的人 自己调查了 再说给他听吧 殿内 这时已经变得很安静 精灵松了一口气后 整个人便是软软地靠在踏上 一动不动 他紧闭的眼角 流出了两滴泪珠来 而阴云呢 此刻也是低着头 他没有察觉到 精灵当着他的面师太了 他只是低着头 不由自主地回想着魏洛的阴容 回想着他的笑容 纵使这些年 他已经见惯了生死离别 同时也早就准备着随时把自己这颗人头抛出去 可是 自从听到了魏洛的死讯后 他总是一页一页地辗转反侧 一天一天地叹息伤神 有时他会想着 为什么死的人是他 如果死的是自己 也许还会好一些 这时刻 书房中 两个人都是陷在了自己的思绪中 也不知过了多久 精灵低沉的声音传来 君可知 小儿 未落他 已然有约 阴云一睁 他抬头看向精灵 半晌之后 他点头说 若有所感 精灵闻言 深袖掩面 阴云看着他挡在脸上 那颤抖的长袖 久久都是说不出话来 一阵压抑的沉默中 精灵低沉的声音克制地传来 失礼了 阴云站了起来 朝他深深一一说 容告退 喝 阴云向后退去 当他退到房门处时 精灵低低地说着 此凡小儿若是能赢回 我定善待 绝不容他再次离去 君若与他再牵扯 休怪我起了杀路 阴云呆住了 他抬头看醒精灵 过了好半晌 他朝着精灵深深奕奕 坦然地说 本身君父 阴云不喜偷窃之事 他说到这里 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声音 有一点尖色了 转眼 他又是苦涩地想着 人都死了 何必不舍 何必再纠缠此事 君为堂堂进军 对魏洛 却深情至深 云不如也 说吧 他长袖一扬 转身大步离去 精灵 看着阴云远处的背影 慢慢地撑着站了起来 他吐出了一口浊气 低声地喝道 来人 诺 孤要用餐 诺 请大夫前来为孤好迈 诺 一连串的应诺声中 是剑客公闭门狂喜的面容 君侯终于振作了 大夫说了 只要他自己愿意振作 君侯才能恢复过来 现在他愿意振作了 精灵的这个好消息 以最快的速度 传入诸位仲臣的耳中 一时之间 公子府和王公 都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而阴云 所受的接待 更是一日几遍 到了后面 竟然几乎要把他抬着捧着 如神像一般静着了 本来战战兢兢的 缩在驿馆中的月侯 也敏感地发现 新田城的气氛变好了 竟然看他的眼神时 也是变得温和了 这三天 处于变相拘禁中的月侯 更是被允许自由出入了 月侯哪里还敢留下 当下他连忙收拾情装 带着重臣慌乱地 逃出了新田 山道蜿蜒 马车 牛车 根本是行不通的 到了后面 只能靠着双脚行走 那矮胖的贵人十分恼火 一路上 他对着笔 横眉怒目 要不是笔一次又一次的 赌咒发誓说 他村里的那个女人 真的是美如神女 矮胖的贵人 都想把笔一箭杀了 当走到第五天时 矮胖贵人真的是走不动了 纵使一直是坐在马背上 他的双腿内侧 已经是磨破了皮 而每逢上山下山 都是需要步行的 都让这个矮胖贵人喘息不已 不过 到了这个时候 他也不愿意放弃 毕竟 要是此行 真的能得到一个绝世美人 那他下辈子就不用愁了 相比起来 眼前的这点路 算不得什么 在这种心理的安慰下 一行人 足足走了十五天 才到了笔所在的村落 五又出门了 魏洛静静的 坐在山坡上 逼着头 手指灵巧的 编织着草鞋 织草鞋 他只是借此打发时间而已 五的财力不错 一硬衣服鞋旅 都早就给魏洛准备妥当了 甚至他购买回的 卸衣卸裤 那是各种布料 晋国 楚国 齐国 各地的风格都有 魏洛接过那些 卸衣卸裤时 纵使他的心里是木然的 也会有着不自在 可是 他只能在五的火热的 痴呆中 透着无边欢喜的眼神中接过 他总不能不穿呢 鸟鸣啾啾 南风徐徐 树荫下 连噪音都是带着良意的 噪音 魏洛一睁 他转过头去 这一转头 魏洛马上严肃了起来 在山坡下 那些香浓围观的地方 多了一些人了 这是二十几个身材高大的剑客 他们簇拥在一个矮胖的人的身边 正张着嘴 目瞪口呆的 眼神中带着色意的盯着自己 这些人 穿的是绸 腰间配了剑 这些人来历不寻常 魏洛警惕了起来 就在他抬头看时 那些人眼前一吃 转眼 齐刷刷的露出了狂喜之色 一群人提步向魏洛走来 魏洛静静地看着他们 这两天 他的精神又是好了一点 因此 他出门时 没有用竹竿称帝而行 他现在所待的地方 离牟寿足有四百步 这么远的距离 以他现在的部署 是无法在这些人到达之前回去的 再说 回去了又能如何呢 有竹竿在手 又能如何呢 他不能用力呀 魏洛只能这样 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走近 比小跑在那矮胖贵人身前 果然这些贵人 现在连口水都是流出来了 那目光更是痴痴呆呆的 连自己的叫唤声也是听不到 他实在是欢喜得很 这一次我也要成为贵人了 一群人快步地向魏洛走来 他们离魏洛只有五十步远了 这时 那矮胖贵人像从美色中惊醒了一般 他搓着手 咽着口水 语无伦次地说 善 大善 君上 顶当赐我当个大夫了 一想到自己可以当大夫 矮胖贵人的眼神变得狂热了起来 他伸开了手臂 迈着八字步 大摇大摆地 率先走向了魏洛 他在离魏洛仅有二十步处站定了 矮胖贵人朝着魏洛声声音音 朗声地 得意地说道 温深山处藏一美人 国色也 于步行数百里而来 愿为美人谋富贵 可呼 他的声音很是激扬 表情很是兴奋 那像魏洛行的理 说话的姿态 都是理所当然 他是以意中得意的 我有大公的表情 向魏洛宣布着 我给你送富贵了 在矮胖子雨的身后 是二十几个同样兴奋的 雨有烟荣的 得意的剑客 连同站在一旁的笔 也是挺直了胸脱 一脸得意地 向魏洛看来 魏洛静静地看着他们 看着这些人的表情 这一刻 他已经明白了 自己被这个香农给卖了 而这些买自己的人 正在得意地向他表公 当然 在这个不喜欢隐藏自己的时代里 有了魏洛这样的美色 当然是要离开深山僻养 享受锦衣玉食的 这是很正常 在时人眼中 很是天经地义的 而且 按照时代惯例 这些发现他的美色 并把他带向富贵场所的人 可以说是他的恩人 甚至 他以后到了中宫之后 世人称呼他时 可以称呼他为毕氏 毕是魏洛所呆的 这个深山的名 毕氏 一听便是让人知道 他是毕 这个深山中的村民所现 如包寺 他是四国人所送 名字叫包 所以便叫包寺 一行二十几个人 在洋洋得意地看着魏洛 等着他的惊喜 等着他不解厚的兴奋 魏洛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 他慢起英唇 缓缓地开口了 我原是富贵中人 动我会得灾祸 请退去 众人一争 转眼 那矮胖贵人仰天长叹了一声 原来是个 有点见识的美人 山 大山 如此更能得我 中山君的欢喜 他说到这里 也不等魏洛再一次开口 朝着身后众人一挥 朗声地说道 把美人请走 诺 二十几个人整齐的应诺声 魏洛开口的时候 那些见客们已经向他围来 魏洛低探了一声 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当他修长窈窕的身材 完全呈现在众人的眼前时 这些人的眼神更是火热 更是兴奋了 那个矮胖贵人喘着粗气 无法自意地大声叫着 现出如此美人 我 我不止可以当上大夫 我还能成为共青 各位 这一次 我们必将成为权贵 我们人人可以成为权贵 不得不说 这矮胖子说的话 做的表情 都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围上魏洛的重剑壳 这时的眼睛 已经是狂热的质红了 魏洛见此 不由再次警告 各位 以我容色气度 本非平凡妇人 你等若轻易动手 死期将至 他这次声音沉沉而来 微言毕露 众人都是一睁 转眼 那矮胖子大声地回着 对 你这夫人 休得已言下人 你可知我等将你放给何人 矮胖子说到这里 摇头晃脑起来 他抬着下巴 鼻孔朝天地说 哼 我等将把你封给中山君 知道中山君是谁吗 他就是天上的太阳 他想要晒死你 便会晒死你 想要给你荣华富贵 便可给你荣华富贵 眼前这个妇人 说不定真是哪个公孙的后代 可那又怎么样 一国之君的宠爱 天下哪个女人不可望 等他见识了中山城的繁体 中山君的威仪式 他就会感激自己了 想到这里 矮胖子决定 不再跟魏罗废话了 他右手大力一挥 喝道 带他走 腾腾腾 一行人大步的向魏罗逼近 魏罗无力的盯着这些人 这时刻 他感觉到的便是无力 便是游力也说不清 就在一个剑客伸手抓向魏罗的手臂时 魏罗叹着 我乃月公主 那剑客一争 爱胖子问言 却是哈哈的一笑 哼 月公主 善 身份高贵 国君定然更是喜欢 若得月侯承认 许会给你一夫人之位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月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